上映架的高樓建案 最頂端這一幕 讓人觸目驚心 天車連接的吊臂 竟向被人折彎般 以90度的直角 在21樓的高空往下垂掛 規模6.5的地震 讓全台天搖地動 新北市新莊金船有工地 機具吊臂被震彎 那就是原本在裡面 震得很大的時候 才這樣晃出來 這是嚇到 那時候看到嚇到 你想說怎麼一根東西晃出來 很擔心它會掉下來 民眾滿臉驚嚇 艦傷的技師人員掛著安全繩 爬上航架 逐步靠近彎曲處檢查 消防人員也在地面 拉起封鎖線 疏散工地內十四人 就怕風一大 吊臂被吹落 二十四號下午 一點十一分發生地震 新北市震度達到四級 新莊昌平路上一處工地 天車吊臂被地震折彎 我們的前航架 我們也確定做固定目前 暫時沒有坍塌下來的疑慮 這棟建案登記地上二十一層樓 地下五層樓 最頂樓處置放的天車 地震當下開始旋轉 將航架式掉臂轉出大樓外 還在晃動中彎折垂掛高空 公務局也因為影響公共安全 對營造廠商開罰九萬 今天一陣震彎掉臂 好在沒有掉落造成人員傷亡 業者調動重機具要盡速拆除掉臂 接下來還得提復工計畫才能開工 就怕地震危機再釀成公安疑慮 現場拉起封鎖線 一樓滿地碎磚頭 再看看二樓住家 整個屋簷掉落嚴重傾斜 重回現場台北市圍山區 這處老公寓環保局忙著清理現場 看著砸下來的磚頭又重又大 萬一砸傷人後果恐怕不堪設想 仔細看才發現 釀貨的就是五樓水塔邊的水泥磚橋 受到地震劇烈晃動之後剝落 才會釀貨 一塔那個磚頭 剛好那地震一放都放著我們這個蓋子 想給我打換 我想他們連他不開門了 同樣在台北市萬華區的南機場 老舊住宅地震一來樓梯接縫再度裂開 全部都裂開 這一條顏色不一樣的就是之前裂掉的時候 用水泥補的 這一次又地震震開了 一摳就可以掉下來 然後你看是可以看到對面的 太危險了 這很誇張 補上的水泥還是不牢固 就擔心余震又來住戶 膽震行精 住在那邊當然真的很擔心 一直會覺得說不太安心 由於地震上下又左右晃動 台北第一兵儀館外 屋簷龍頭砸了下來 差點砸傷人 驚險指數破表 而同樣在四級震度的新北市 也有狀況 綜合自立入文明宅上方 突然傳出巨響 查看才發現水塔因為地震晃動 導致倒塌卡在五樓屋簷上 還好沒壓傷人 五間這兩波地震 北台灣超有感 仰不少住戶 餘寂猶存